这期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出的全民机甲免费开活动里面的机甲序列未来 这设计全民机甲随行开后的又一个免费开机甲活动 这个活动个人认为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既然都说全民机甲免费开了 我觉得就应该设计一些尽量让大家去参与这个活动的玩家能够开上机甲 然而这个活动目前是大部分玩家都开不上机甲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太少人抽到机甲码了 虽然说第一次抽不到机甲码后还可以通过别人分享的机甲码来获取机甲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抽到机甲码后不舍得分享出来 或者说把自己抽到的机甲码一两块钱的方式才分享给别人 这就导致能开上机甲的只有少数人 所以我觉得这活动可以改进一下让更多人体验一下机甲 比如说完成多少次分享码之后必得机甲 或者说做完多少活动活跃度的任务之后必得机甲码 等等其他体验好点的方式 反正体验期限也就那几天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大家说是吧 好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其他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发表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